揮手打招呼 副總統賴清德快閃過境洛杉磯後 抵達我國中美洲友邦洪都拉斯 洪國派出副總統李維拉來接機 並在機場鋪設紅毯 一對禮槍迎接賴清德 洪國媒體更是早早守候大陣仗現場報導 副總統賴清德特使團 抵達我國中美洲友邦洪都拉斯 洪國在機場實施歡迎儀式來迎接賴清德 一路上警車開道 指揮交通 訪團車輛也都插上兩國國旗 新任總統卡斯楚派出禮賓人員 在飯店迎接賴清德 女生這位大有來頭 她可是前洪都拉斯選美小姐 另外洪國隨乎 這位也跟台灣很有淵源 她過去曾就讀我國海軍官校 在台五年精通中文 這回再遇台灣訪團 讓她倍感親切 但看到副總統莉琳最開心的 還是當地僑民 因為我大學是華語教學系 所以之後就到國外教學 之前在巴拉圭當過志工 所以就知道國和會 所以就在國和會當華語教師 這邊當地的話 所有人民他們也都很配合 戴上口罩政策 所以大家出門都有戴口罩 就是對自己是個保障 我們當然希望幫你穩固 對 那我們都可以在這邊 好好為台灣努力 就怕台紅邦交生變影響投資 在地台商遊行沖沖 期盼賴清德出訪能穩固兩國邦誼 進行為尤日博 董永俊在宏都拉斯採訪報導 最早 歐